这要看是什么场景下出现的 如果是猫咪在陌生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原因为猫咪情绪紧张 无法放松而导致的全身发抖 如果是猫咪在遇到其他猫咪 或者其他动物时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是因为害怕而导致的 如果是在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发抖 那是因为寒冷 猫咪需要抖动来产热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动 如果是在很热的情况下 那是因为太热呼吸急促导致的 同样的当生病中暑疼痛的时候 猫咪也都会出现轻微的抖动 所以要知道猫咪为什么出现抖动 需要考虑当时的情况来做出判断 如果是生病疼痛导致 是需要及时带到医院进行治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